大家好,歡迎收聽網向編輯的節目 你要養愛新西蘭,記得台仰,還有社長Ray問王 大家好 希望大家點贊、訂閱和分享 同時也可以讓大家多點留言、交流一下 繼續狀態中立模式的力量 祝各位恭喜發財 好了,這節我們講這個什麼話題呢? 百武禁忌,百武禁忌,大忌遠之信 當然要講一下,因為昨天大年初一 為什麼我又要出去看這個海鷗昂溝溝呢? 昂溝溝,不是粗口,記住一溝是海鷗的意思 昂溝溝,大年初一看海鷗 我們有一條影片放了上去眼睛上旅行的 螳台日常那裡,那條playlist 大家有興趣可以去看看 這份就是我昨天順便去 因為我其實去藥房拿藥 我現在有一些長期的病 開始患上這個慢性嫌疑 因為由早到晚都在那裡說話 所以這把聲音可能會之後 越變越遲聲 不過不要緊,現在有醫生看著吃藥就算了 好了,這個慢性嫌疑現在管理的時間 當然要講一下這個《大紀元》 《大紀元》這個《時報》 他《大年初一》是有出報紙的 昨天他那份,我都很久沒見過《大年初一》 一拿就拿得到 不是,星期五他一拿就拿得到 沒試過,基本上 這麼厲害 因為通常他星期五一出就沒有了 那些報紙 但是現在好像沒有了特朗普做封面 這份東西就少了很多人拿 他現在越整越精美 因為他之前我都講過 另外他有出雜誌的 我也有拿他的 他有一份新年特刊 我還沒看 看完之後可以告訴大家 裡面是什麼 他做得很漂亮的 就是粉紙印刷的 很漂亮的,整本東西都 其實是 如果你看看媒體應該怎麼做 其實都要去參考一下《大紀元》 就是現在有很多人都參考《大紀元》 基本上連阿蕭的那些都是 那他封底賣的廣告就是 《奔馳》 《梅塞迪斯·奔馳》 那就是那一架EQC那個廣告來的 嗯 證明《大紀元》都是非常受那些有錢人歡迎 那好了 那第一件資料就是講《鳳凰衛士》 那其實今天會有幾節 都是講《大紀元》的資訊 為什麼呢 為什麼要告訴大家 因為他現在有幾件事是有些有趣的 他現在沒有了阿川的 就是其實他已經 在一份今天話題 他有一份叫《今日話題》 我們之前如果有聽過我們節目的人 都會知道他裡面還有一份《今日話題》 他當然會以前主要是講美國總統選舉 就是用了大概半年時間 都只是講美國總統選舉的那些事情 那現在當然沒有了 也都不敢再講這個 總統選舉那裡有沒有弊 已經沒有講了 他已經停了這個事情 那他現在就回歸回去做謠的本業 那他的謠言是怎麼做呢 那現在要講一講頭條的那一件事 那他就說江家馬仔流長落出局 那鳳凰衛視高層地震 陸媒7500字長文披露 鳳凰金融爆煲和違法黑幕 那其實呢 那這件事出了之後呢 鳳凰衛視是澄清了 因為鳳凰衛視其實是香港上市公司來的嘛 那他就澄清了一件事的 就是怎麼說呢? 好 讓我先讀出來 好 這個鳳凰衛視投資控股有限公司 那股票代號就是02008 有關若干報導的澄清公佈 僅此提供最近關於鳳凰衛視投資控股有限公司 括弧本公司董事及高級管理層潛在變動的若干媒體報導 那個若干媒體其實最初都是源自一份的 待會我會講一下那份 就是剛才也是大紀院講的那份陸媒究竟是什麼 好了 本公司僅此澄清現時正考慮委任新人選出任行政總裁一職 已分開行政總裁和董事會主席的角色 直至本公告之日 本公告之日是什麼時候呢 就是2月10號的應該是 好了 仍未有任何相關的決定 相關變動可能也可能不會發生 玩耍啊 是不是先聽完 任何相關變動 將會按照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作出公佈 除以上披露之外 現時並沒有 考慮任何其他關於本公司之董事 及高層管理層之變動 本公司並不知識任何其他證券及期貨條例 第14A部項下之內幕消息 成董事會名鳳凰衛視投資 控股有限公司主席劉長樂 現在我不會先講給大家聽那個陸媒是什麼 待會我就會先講給大家聽 現在就要講回這個大紀院怎麼講 大紀院呢 就是剛才他澄清清楚的 大家應該覺得是 這份東西說的東西就純粹傳搖的 是不是 對嗎 如果是這樣的情況 大家就可以知道那份陸媒 不會每條條料都是真的 就是現在你看到那份陸媒那份料 就傳到四圍都是 好像生花樓那樣的 新年時候講的這些東西都不是 不過好笑就是生到周圍都是 好了 香港鳳凰衛視出現人事大地震 董事長經理換人 董事長總經理換人 這兩個已經是澄清沒有了 因為現在他只是要把公司主席和CEO分開 他那份聲明其實講清楚了 好了 他說有中共軍方背景 與江澤民家族關係密切的 鳳凰衛視創辦人劉長樂 和其家族成員全部退出管理層 這個是沒有的了 已經正成了 暫時都是沒有的 據稱這次人事調整月期下 金融爆煲爆雷案有關 鳳凰金融爆雷呢 待會我們會講一次 因為其實這個鳳凰金融爆雷 某程度上它是有欺詐性吸取存款的 待會我們會講一下它那個問題 但是它那個問題其實還沒有到一個立案的階段 應該我們會再解釋 但是現在已經被人傳了 其實之前那個所謂的陸媒公出來的那些 有一半是作的 我可以告訴大家 不是真相來的 好了 近期陸媒7500字長文披露 鳳凰衛視旗下 鳳凰金融 其實兩家事沒有關係的 鳳凰衛視就不是控股這個鳳凰金融 他們的控制人是一樣的 就是有重疊不是完全一樣的 有重疊 但是呢 其實不是一家公司來的 好了 鳳凰金融爆煲 違法事實 近年鳳凰衛視頻頻遭習近平當局整肅 這個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究竟是不是真的有整肅它呢 現在可以聽一聽 好了 這個陸媒就報導了 現在不公開那個陸媒是什麼 鳳凰衛視主要高層已經換人 中共上海市社科院黨委書記 是徐威出任鳳凰衛視董事長 沒有啊 這個已經是澄清了 鳳凰衛視出來 其實那個陸媒之後又出了篇文去補飛的 很搞笑 就是做完搖之後還要補飛的 好了 上海社科院黨委書記徐威 記者出身 長期在上海主管宣傳部門 曾任上海市政府新聞辦主任 孫玉勝都是記者出身 長期在中央電視台工作 鳳凰衛視創辦人劉長樂及其家族成員 全部退出鳳凰衛視 鳳凰衛視新聞部員工向陸媒 記者證實了這個消息 並且透露 徐威和孫玉勝分別在北京和香港 參加了2月1日鳳凰衛視的視像年會 另據鳳凰北京的員工透露 劉長樂以後會任職董事會名譽主席 徐威和孫玉勝已經在北京總部開始工作 安排中共兩會的報導工作 上述鳳凰衛視新聞部的員工表示 公司尚未在內部全體員工 正式公佈高層換血的消息 鳳凰衛視是廣交所的上市公司 按規定如果改組董事會需要發佈通告 但截至2月9日未見任何相關通告 剛才我講的相關通告是沒有的 該公司註冊資料都未發現有董事會人事變動的紀錄 其實這件事一開始已經流流的 已經是有人放假封出來 等某些事情亂報 好 究竟孫玉勝和徐威 究竟是不是去了鳳凰台 據我的了解 他們去了鳳凰台 真的 這個是真的 這個剛才我們講的 中共央視副台長孫玉勝 和上海市社科院黨委書記徐威 這兩個人真的去了鳳凰衛視 但是我都索不到究竟他們在做什麼職務 可能 我聽到消息就是他們真的去了鳳凰衛視 職務的那些是職行的那些是清楚的 即是你說沒有公佈嗎 這個主要是 沒有任何公佈的話 即是就算他們去了都不是一些領導層的職位 未必 暫時可能暫時不是 但是現在這樣講 即是其實這些媒體 很多時候報的東西有真有假的 他有真有假才可以寫一篇7500字長文 是不是 是不是 如果你全部是假的話 你寫不到7500字 你寫出來都沒有人相信 你7500字如果全部都是真的話 基本上你要全部核實的話 就很難寫的 因為核實了只有幾項 是 所以在香港看媒體 是一定要很小心的 因為現在有些媒體 好像它在做一件事 其實就是 根本上就是嚇鬼的有些事情 好了 那就講回 自由逆招電台 都獲得鳳凰衛視內部人士證實 外公司確實出現高層換血 所以創辦人劉長樂和他的家族 已經完全撤出管理層 這個什麼自由魯州電台 專門做謠 專門做謠 每一刻都是在做謠的 這些垃圾電台 他確認了高層換血之後 竟然就立刻打臉 就是立刻說 考慮 可能或者可能 你剛才都說玩東西 其實玩東西的不是鳳凰台 其實鳳凰 金融那件事應該我會解釋 其實這件事一月的時候已經有問題 一月的時候已經有些資訊浮出 但是其實說它爆雷 是去年年中已經開始有了 去年年中已經有了 那好吧 那現在就 還傳一件事 就是鳳凰有一部分員工 已經三個月沒有發生水了 這個有可能的 但是不是大規模停薪 可以告訴大家 就是停發生水 或者遲發生水 不是大規模 可能有一兩個人會 三個月沒有發生水 可能他沒有上班的 但是不是大規模的情況 就是我索到的資料就 如果是大規模 整件事都運作不了 好了 那接著當然 這個就是鳳凰金融爆煲 綠媒長文披露黑幕 就是又是說那個媒體 其實那個 其實鳳凰金融爆煲的訊息是很多的 就不是這個綠媒爆出來的 這個綠媒 如果你看回它說出來的資訊 超過一半都是在網上抄的 寫這個7500字的記者 其實就是抄了一些舊料出來 拼起來 所以現在你看到這份 所謂的綠媒 其實某程度上它是跟那些 什麼自由逆招啊 自由時報啊 那些 就是台灣那邊的那些綠媒 綠媒體是激獎的 對 因為現在傳得最厲害的這件事 就叫做自由時報 它寫什麼香港鳳凰衛視 傳人士大地震 黃滬寧的人馬接手 那美國之音一樣是這樣報的 那自由時報呢 在台灣呢 還要是兩天前出的那個新聞 其實已經澄清了沒有東西 其實已經澄清了沒有東西 它說 鳳凰衛視原本就是中共的 現在不用再掩尿 那鳳凰衛視究竟是不是中共出資呢 這個我們暫時不說 但是呢 它那個所謂的綠媒的報導呢 就是某程度上就是暗示了 這個鳳凰衛視是共產黨後事 那究竟事實上是不是呢 事實上跟它是共產黨批准 在中國營業的一個媒體 那你說有沒有關係呢 跟中國共產黨 某程度上會有些關係 但是你說是不是共產黨旗下的東西呢 共產黨旗下的東西啊 就不會搞到 那麽納納亂啊 對不對 就是這樣說 如果你真是共產黨旗下的 真是很認真地說 真是整套東西都是共產黨旗下 會不會讓你開個P2P 跟著爆雷 當然不會 捏得最緊的 如果是共產黨的部門的話 一定就不會影響到 所以現在根本呢 有很多東西都是 作些流料出來報的 而且 這個所謂的綠媒呢 基本上呢 就是 報的東西都是削弱大家 對 特區政府啊 和這個 中央政府的信心 這個媒體 真是 真是可惡到極 那麽 那麽 當然呢 就是這個 大紀院他有說的 大紀院他有說什麽呢 他就說 就是這個 他就把金融爆煲那件事 串到這個 衛視那裏 就是這個 不是的 他現在好笑的 他這個 就是說這個 劉長樂在深圳設宴的時候 98年的事 就說回 他就告訴那些賓客 中共國家安全部 就給了兩百萬 給他籌見一個電視台 兩百萬那麽少? 美金 1998年很多 這個數字 98年 98年不少 98年這個數字不少 那又怎麽呢 那麽久以前了 拿了夠錢 籌見了 那又如何 那他當然要說 就是要砌到這個鳳凰衛視 就是一個第二央視 那如果第二央視 那就是不可以收拾了 是嗎 是嗎 就是講出來的東西 就絕對能夠相信 那其實實際上是不是的 那他 他現在當然還要加上 上去大紀院的報道 就會加上去江澤民父子 是啊 就是這個鳳凰衛視就是江澤民父子的工具 那就是 他引述什麽報紙呢 就叫做海外人民報網冊 哈哈哈哈 那在2020年4月11日發表一個文章 就是鳳凰衛視是江澤民父子的御用工具 但是人民報都好像大紀院那幫人有關 就是自己引述自己的 這個大紀院永遠都是這樣的 那就是文章就說 鳳凰衛視控股日限公司 就成立於1996年3月31日 當時鄧小平沒有恢復健康的可能性了 江澤民就成為真正掌握實權的黨政軍第一把手 那就是在香港註冊的鳳凰衛視的董事局主席 劉長樂就趕著請江的大兒子江綿衡做策略股東 江澤民的兒子就被這個鳳凰衛視出謀策劃 就等於鳳凰衛視和江澤民之間搭起了一座橋 江綿衡不單止一分錢都沒有投入 而且分錢的時候一分錢都不少得 那他就說劉長樂那個背景就很複雜 他就是總參特務又是國安特務 富有向這個西方世界滲透的士兵 他旗下的鳳凰衛視風頭還比中共第一媒體 中央電視台 鳳凰衛視 真的不知道 這麼厲害的 鳳凰衛視 是啊 他現在是這樣講大紀念 這個就是某程度上 我自己操淺的看法 他就是要扯回到江市那裡 當然是 哦 這個是大紀念慣用的手法來的 大紀念的特色 是不是 大紀念的特色就是他變成了做這個江市 就是說江市就是這個惡魔什麼什麼的 當然來到這裡 他當然是會說 他栽贓這個法輪功 大紀念的接著就繼續說 江澤民集團迫害法輪功宣傳的重要部分 還有說這個劉長樂曾經為薄熙來和周永康站台 但是其實說真的 劉長樂就是這麼說 他在這個打完這個大老虎之後 就是習生打完這個薄熙來和周永康那件事之後 之後他沒有什麼事 不過 這麼說 鳳凰網就被習近平當局整肅了 他就說 那麼就是怎麼樣呢? 就是十九大前一七年九月 鳳凰衛視的王牌節目《鏗槍三人行》 就突然就停播 那麼事件就引起外界揣測的 那麼 港媒報導 停播就是高層的指令 當時鳳凰衛視內部的消息稱 停播指令來自中共廣電總局 除了鏗槍三人行 還有鎮海聽風錄 還有時事辯論會都被停播 已經有大半王牌節目被警告和約談 下一個就可能論到一虎一直談 甚至解釋軍事動態的軍情監察室 那麼其實我自己都有看鳳凰衛視 就是我們這裡其實可以看得到的 那麼我自己都有 那麼你說它是不是就是江系那些東西呢 就我自己覺得很奇怪 就是這一件事情 我就 我就完全不信了 因為這份大紀院就長期 什麼都將這些東西寫到去 跟江有關的 是嗎 是啊 那麼當然就是 還有江澤民慶生的資訊 那麼他2016年的時候又拿出來說 那麼他又說鳳凰網有內部消息 又告訴他們 中央網信版呢 就高度關注 這個江澤民那個慶生的信息 那麼之後鳳凰網高層呢 就被迫向中央網信版寫檢討認錯 那麼全公司發銜通報呢 那應該是說回2016年的事了 那麼重大政治事件安全事故 當日的直班編輯就被開除 財經事務的總監呢就被罰5000元 那麼好了 2016年的12月12號呢 中共網信辦就責令鳳凰網關停 並限期整改了幾檔違規的欄目 原由之一呢就是不得再自行彩編的新聞訊息 被關停的欄目呢就包括今天最大聲的 編譯出新太平廣記 等大量自行彩編新聞訊息的欄目 另外直播需要全面整改 那這些呢我們之後會講一下究竟是不是真的 但是節目來到這裡呢 都應該開個訊息給大家聽就是 他們這份大紀院講的六媒是什麼呢 這個六媒7500字長文披露啊 其實有兩個 嗯 因為呢其實它絕大部份這份報道呢 就是引述香港洞棍的 香港洞棍啊 第一個 那它這個就有可能的內媒 第二個有可能它講的內媒就是 大陸知夫網站 真的啊 哈哈哈哈 洞棍和知夫 人家大小子 知夫 哈哈哈哈 那這兩份算是什麼六媒才行的 根本就不是六媒嘛 洞棍呢 就是港媒來的 那支夫就好像不是媒體來的 哈哈哈哈哈哈 所以其實它為什麼會講到 其實就是這樣 我自己認為呢 洞棍啊 那些呢就和這些大紀院是激將的 某程度上 就是要講 就是要給人的感覺就是 說真的是六媒來的啊 頂你 代表到國家的啊 某程度上 因為其實現在放很多風出來的 洞棍 那不是洞棍想搞這個鳳凰衛視 就是搞這個 就是大家始終都是媒體嘛 就是削了 我覺得某程度上 有這個可能的 我覺得 其實他們是 就是洞棍已經 不太信得過 尤其是他 在某些關鍵位置上呢 他是力插 力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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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究竟 他是不是真的代表到 習生那邊的力量呢 我自己 絕對不是 這個洞棍絕對是代表 某人一個人的 意志 我認為是 阿于生 是吧 有可能是 阿于生 大家記住 他有另外一個媒體 是他的 就叫多維 多維 多維這份媒體呢 那個天才方向呢 就和這個洞棍很不一樣的 主要對象都是海外華人 寫一些東西呢 有些像大紀元 多些大紀元的成份 多大紀元的感覺 那好吧 這節目來到這裏就差不多了 因為這一節呢 是第一步來的 今天有幾部曲 講這個大紀元 百慕金記 沒事的 吃了大紀元 百慕金記 OK 就這樣 拜拜